左营区文首路168项是社区住户所有的私人土地 包括返光镜也是社区住户提供 道路开放让市民使用 但高雄市政府以私人土地为由 不负责道路与管线维护 因此居民想要回归社区所有 现在文首路168项它算是私人的一种工业用地 那目前大概他们这边已经设立这个社区大概13年左右 所以我们当地的住户他当然也希望说 这既然提供给市民使用 是不是来做市府还是要规划让他维护 市府他可能在某种法规上 像目前很像是说许私人用地 所以他在刨铺或者是道路搏油路的部分 很像没办法全面的来做维护 那只能用修补的模式 那所以这一阵子我们的居民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 小货车在巷弄里及时而过 长期以来用路人在巷弄里开快车 更因为道路属于私人土地 遇上车祸交通警察不会前来开立三列单 只能私下和解造成居民许多困扰 因此住户希望道路能加设闸篮 仅供社区使用或是由市府买回 或是用捐赠换地的方法 让社区从移种工业用地成为住宅用地 对我们的出入非常的不保障 而且他们自己的车速都没有减速 来这边的话至少都是六十七十米以上 对非常的快 而且不只是大货车 小货车都会经常进来 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空间非常的不安全 我们其实是很希望我们是能自己私有道路 我们自己管理 政府想要对我们做征收 我们也是满员一落 如果住户都有意愿 我们会想要统结大家的意见 然后看这条道路是否要归 给政府来管辖 也可以把这个168用捐赠出去的 可是我们想要换地幕 或是说我们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要我们最强的就是 要参成我们的住宅用地 不是只是工厂用地 或是什么乙工那些 这样对我们的来讲 我们捐的这一块地的话 也是可以又有效的交 应该可以说交换 由于社区道路就在文藻大学侧门 封闭道路可能造成民众困扰 再加上住户希望能够透过捐赠 让社区从以种工业用地 变成住宅用地牵涉范围庞杂 高雄市议员陈梅娟将协助筹办说明会 厘清道路产权与住户疑问 在近期内办一个 大概是类似说明会也好 讨论会也好 让我们市政府公布我们相关的单位 全部都能够到现场来 然后聚集这些所有的住户 他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来跟他们一一做解释或说明 那是否能够依他们所讲的 能够捐赠给市政府来做一般道路 是否可行性 这个可能都要透过大家坐下来 好好的研议来讨论才知道 这个法规上是否可以允许的 社区居民捍卫自身权益 期望拥有安全的社区环境 而不是让别人方便 却苦了自己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道